我們全部這裡都是農民 那我要插秧的時候已經沒有那個集中的 我們農民農家在我家插秧大家都要插秧 我要在搶在插秧節裡面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插秧的時候 你只要插秧的時候 以為大家都有幫助 那到底農家要插秧 到底農家是什麼地方 所以這個是大家一種交換後 或者是放花 大家互相的支援 這個是無常的 可是你知道嗎 當如果你們在我家吃 我沒有給你清晰 但是我一定要讓你們吃到我們原本的三餐 就是早餐、中餐、午餐之外的話 我們在十點鐘的上午茶 還有三點鐘的下午茶 所以我這個比例可以吃 所以我們總共會吃五頓 我們明蘭話再講一個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農場因為有插秧的體驗 插秧完之後的話 我們要仿照當年的這個情況 所以在農場這邊的話 我們就要煮了這個米苔木 跟這個底邊醋 讓遊客他們來做這個享用 但也因為我們農場是一個教育的農場 秋泉農場 所以很多遊客一來之後的話 大概都會提供到我們這個推石墨的磨磨磨 各位都推過石墨 有喔 有喔 要不要推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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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推石墨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要泡一缸 既然就泡地了 就泡地了 等一下啊 等一下 再加石墨 好 我們通常喔 這一台就是我們全自動的研磨機 不用加油 不用擦片 全部自己倒 全自動的研磨機 好了 你們過來這邊看一下 早期齁 我們一般齁 在吃這個 飯的時候 它有分米粒跟酒粉邊 那我們要用這個石墨 改過這歸味 我們吃的湯圓 我們吃的那個菜頭粿 還有我們吃的 反正只要不是整顆米粒 都要靠這個石墨 把它挪成這樣 那通常我們會先把這個米先泡水 泡了水之後 等會呢 會把這一個齁 把它倒到這個洞裡面去 好 我先倒這些給你們看 那要有水 還有那個材料 那才可以磨出這個米漿出來 那通常是這樣子 一個在磨的時候 要量兩對手 一個呢 在磨的時候 一個把金一個米漿 把它弄到這個洞裡面去 那它怎麼磨呢 我目視給各位看 在磨的時候啊 它的腿要前攻後攻 它的左腳要往前 它腿要往後攻 那這一個 不可以順時中 都要順時中 你順時中 它下面的齒就不對了 所以通常我們會這樣 到這邊 到這個地方 訣竅是怎樣 前攻後退 壓住我們的重心 然後呢 這邊是拉 一推一拉 一推一拉 那這樣子它整個 這個模 才會很輕鬆 你知道嗎 它就是運用這個 剛好順這個 這邊推拉 push and pull push and pull 推跟拉 對 那這個可以變拉並唱歌 以前我們都會唱米南話的歌 我大概 不知道你會不會唱 那如果請大家唱一下 它是這樣唱 那你看 這個米漿齁 它就這樣慢慢地磨下來 很重要 它磨下來 之後啊 我們就把這個 上漿 把它拾進去 那個袋子把它壓乾 這個 現在看到那個 鬼劍 就是這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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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老公說我再推 來 來 那你可以調 再拿一推 然後一推一拉 到這邊 這邊就要推了 push 這邊就要拉了 push and pull OK 你抓那個 push and pull 然後這個 放著冷 要很精準 就是說 你看喔 假如它在抹的時候 我就看這一根 過了趕快放 你知道嗎 然後啊 好 再來 再來 我想要放它一看 可以 你就要看喔 你就要看它這一根 太快了 這根要燙喔 欸 我覺得喔 鹿窯之馬力 鹿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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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了你就 就是啊 很久之後 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 長草麻辣公 不是草仔公 不是草仔公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爆發力很好 但是我們覺得是要看 只有三條床 喔 對不對 它們在這裡 都要看 什麼 你到底能不能夠 我們 有什麼 我們